这个女孩是个盲人客服 上司时常对她动手动脚 这会儿又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女孩吓得不知所措 只能等上司把手从肩上撤走 才敢长长地输一口气 但上司依旧不依不饶 次日又把女孩叫到办公室 借送礼物之名抓着她的手不放 并邀请她一同用餐 女孩一听就明白上司的用意 她当场回绝 结果当天晚上 她一开门就觉察到不对劲 上司竟然早已守在家门口 她眉头紧锁 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果然一回家 借着酒精对她动手动脚 想行不轨之事 她吓得拼命挣扎 关键时刻还是隔壁阿里及时出现 一把掐在上司的脖子上 上司这才捡回一条命 这个女孩是个盲人 四年前的车祸夺走了她的双眼和双亲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乐观的生活 这天她下了班 照例来到保安室 一进门就把一包东西塞到面前的男人手里 直到男人开口说话她才知道 原来大爷退休了 男人是来接替她的工作 这个男人名叫阿里 曾经是个有名的拳王 四年前的一场意外让她进了监狱 出狱后放弃拳击 白天是送水工 晚上当车库保安 女孩出门后下了一场大雨 阿里邀请女孩留下来看电视 她虽然看不见 但是被电视情节逗得发笑 阿里不敢相信 原来盲人也可以笑得这么开心 女孩喜欢一边看电视 一边讨论故事情节 她礼貌地让阿里开一下窗户 原来她鼻子很敏感 闻到了阿里身上的汗味和脚臭味 她急忙出去把脚重新洗一遍 临走前女孩伸手向阿里告别 她很诧异 把手往衣服上擦了擦 轻轻地捏住女孩的手 她有点自卑 急忙把手抽回 女孩笑着向她再见 连背影都那么快乐 汽车的鸣笛声将女孩吓倒 脚踝受了伤 阿里送她到医院包扎 一路背她回家 累得气喘吁吁 女孩却偷偷笑她 原来前面还有这么长的抖过 挖了一个世纪 终于把女孩背回家 家里的水管堵住 她帮女孩清理出杂物 为了感谢女孩请她听音乐会 阿里高兴地向着孩子 为了这场聚会 她精心设计造型 结果烫了一头难看的沙马克 好在阿里并不在意 音乐会在一个酒吧里举行 她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优美的音乐 同样让她沉醉 阿里被她的乐观所折服 深夜的餐桌上 女孩滔滔不绝地 讲起她的往事 她询问阿里的过往 却表现得满脸不耐烦 原来四年前的那场意外 阿里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 那时候她还是个黑帮打烧 追到仇家的家里要钱 本来只是想恐吓一下 结果一不小心把对方点着 从高楼坠下后摔成重伤 之后她坐了四年牢 出狱后变得一蹶不振 好色上司追到家里 女孩险些被欺负 幸好阿里及时赶到 阻止了这场悲剧 她让女孩辞职 但她没了工作 连房租都付不起 阿里提出想照顾她 她自己都过得不好 如何养活他们两年 女孩拒绝了阿里的请求 但是几天后 她再次被上司欺负 这次她终于选择辞职 阿里送了一只小狗给女孩做伴 给她请一叫西蒙 陪她一起看书 闲暇时两人去野外丧子 女孩捡到一颗黑色鹅卵石送给她 时间一长 两人变得惺惺相惜 为了让女孩住的地方更安全 阿里拆掉了门口 磨平了桌脚 还把窗户的栅栏卸掉 让阳光照进来 她的家里以前总是黑黑的 如今伸手就能摸到阳光 她用抚摸的方式 感谢阿里的付出 把她的脸庞记在了心里 此后两人彻底在一起 过了一段甜蜜的热恋生活 每年的生日 女孩都来祭拜父母 她向阿里讲起自己眼睛的故事 四年前的一个夜晚 她开车回家 亲眼看到楼上掉下一个浑身着火 一时开车分神 逢出了车祸 女孩的眼角膜受损严重 彻底失明 听到这里的阿里眉头紧索 因为那个着火的人 正是她要账的仇家 仇家被她逼得自焚跳躲 不想这一幕被女孩看到 原来罪魁祸手镜是她自己 悲痛的阿里疯狂地打沙包 不知该如何面对女孩 这天她回家 看到家里一片凌乱 到了医院才知道 女孩只是摔了一跤 但是医生却告诉她 女孩的眼角膜受损严重 如果一个月内再不手术 她将彻底失明 医院正好有合适的捐赠者 只是高额的费用让阿里犯了难 为了给心爱的女友筹集手术费 阿里决定参加地下拳击赛 选手如果不能赢得比赛 多半是被打残甚至打死 为了女友阿里愿意全力出击 这是唯一让女友重见光明的机会 她的对手壮汉是出了名的冷血无情 这里的人都买阿里会输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 果然一上来 阿里就被壮汉一次次干回 连她的反抗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壮汉的猛攻下 阿里被她彻底打倒 此时她想到了和女友在一起的日子 女友还等着她回家 爱情的力量激发了她的斗志 她开始强势反击 壮汉在她的猛攻下 渐渐失去战斗能力 她用最后的力气放倒壮汉 靠坚强的意志获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大佬很不高兴 因为她输了很多钱 手下在阿里回家的途中袭击了她 阿里连刺三刀被沉入湖里 手术后的女友重见光明 却再也不见阿里的身影 房主多次催她搬走 但她想留在这里等阿里回来 结果只等来她的道歉信 阿里在信里向她谈怀 四年前的那场意外是她一手造成的 她无言面对女友 只能以这种方式向她告别 一年后女友成立了工作室 她拒绝了追求她的所有男人 因为她的心里装着一个人 那就是阿里 闲暇时间她去医院做护工 听到她的声音 隔壁病床的阿里缓缓回头 这一刻她呆住了 一年前的女友就在自己对面 她却不敢相认 机械地转过头 女友向她打招呼 她害怕女友听出她的声音 始终不敢说话 女友给她做康复训练 按摩她的背部时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一眼望向男人的名字 此人却不是阿里 此时她眼含热泪 努力掩饰自己 女友想抚摸她的脸 下一秒还是放弃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阿里攥紧的拳头终于松开 手里还握着那枚 女友送的鹅卵石 并好后的阿里 拿走她最爱的乌龟 走到外面 十一只小狗把她撞倒 女友轻轻地把她扶起 阿里不敢说话 眼神躲避女友 怕被她一眼看穿 西蒙还在后面狂吠 她一瘸一拐地离开 始终不敢相认 只希望女友今后能过得幸福 回到工作室的女友 发现乌龟不见了 这一瞬间她明白了什么 她疯狂地跑出去 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等了一年她还是失去了它 她蹲在地上绝望地哭泣 阿里来到他们 交换鹅卵石的海边 准备将小乌龟放生 女友早已等候在这里 她不敢说话 怕控制不住自己 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benim asılı karanlığım sensizliğin sakın bir daha beni bırakıp gitme dayanamam ben sensiz yaşayamam ben 这一刻的思念再也止不住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此刻心里只有你